那么在4月13号我自己本身做了一个测试 4月13号4月13号 这个是铜纤维口罩 这个是一字性口罩 那么我里面有放了这个一块面包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5月2号拿出来的时候 它的口罩已经有这些黴菌了 这些 那么你看这个铜纤维口罩 大家看不到 我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用开了 我们开我们的这个铜纤维口罩 大家看一下铜纤维口罩的构造是这样 这面呢是铜纤维 这个是 龙喷布 这个是 外面的这个反破水的面料 你看一下 这些都是发霉的 发霉的面包 但是你看底层 这一层呢 也是有发霉的 看不到 发霉的 好不好 发霉的 那么你看一下哈 大家来看看这一层 这一层呢 是完全没有事情的 很神奇吗 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铜纤维的这个面料啊 它是可以抗菌的 它是可以抗菌功能 因为我们有拿去测试过 抗菌功能高达99.8% 你看这个口罩 要戴的时候 我们这边是里层啊 我们的嘴巴 这边 这个是外层防破水的 那么你看防破水的地方 它是没有抗菌功能的话 它有 这个 深霉啊 发霉了 但是口罩最重要呢 你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龙喷布 就好像我们一层新口罩也是有这个龙喷布 那么龙喷布里边呢 它其实它也是有这个过粒 但是过粒 你看 它过粒它里边还是会有一些发霉 来到这边的时候呢 是完全没有湿的 你看一下 完全没有湿的 你看一下 再看一下哈 那么你看 看看这个一层新口罩的话 你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所以卫生说 一层新口罩 用了就是要丢 它整个 可以发霉到 所以 看一下哈 所以其实我做这个测验呢 4月13号 开始 到现在应该有两个星期多了 我就是要看一下 这个铜纤维的面料 它的抗菌功能 这个是没有 没有看到任何有发霉 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那么其实我们也是有在 马来西亚的这个破验室 MyCO2 经过这个检测 那么检测功能呢 是高达 99.8的 99.8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口罩 铜纤维口罩 有拿去我们的这个 MyCO2 也就是在北海 北海有一家 试验室 做出来的这个 我们在4月13号 4月13号我拿去这个 试验室做的时候 我也是在家里自己做哈 所以你看这个都是4月13号 那么你看一下 我们的经过 我们用这个 Bacteria Filtration Efficiency 的这个 试验 它的试验方法呢 是用 ASTM F2101 Method of Equipment Use 用来试验这个 抗菌功能的这个口罩 那么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哈 口罩的抗菌功能呢 达到99.8% 这个不是我讲的哈 这个是 MyCO2 有试验出来的 好不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试验的出来的东西 好 谢谢